哈囉大家好 我是平民百姓 現在為大家示範的關卡是 連向阿格拉吧 阿格拉吧 復仇的魔眼超級 可以看到我使用的是水溪啦 當然裡面有個咒絲配上一個 酷依啦 前面的話我們就是 先處技再說 沒有消太多因為 因為我還想處技 所以不想抽太多技 剩一隻的時候就好像要處了 開始 然後走下去就可以滴豬了 把豬子滴出來 簡單來講你不用說一定要省點水啦 你喜歡就好了 我是覺得 有時候省一點時間 因為這關卡蠻要打的 就不用花太多心思 除好技就可以出發這樣 好 看起來我覺得是 暗的跟水的比較多 好 這樣是差不多就可以出發了 齁 出發之前我們先把血量稍微補一下這樣 我現在有個玩法就是喜歡削下面的豬 好 那上面的豬它自然而然的話 它就會偏向下來連在一起之類的這樣 好 像是這一回合沒有掉 下一回合就會掉了 通常它這個希臘的一個公式是這樣 好 你要麵耶 這樣就是這樣 喔 鳥就像這樣的那樣感覺 欸 喔 哦 第五關 小爆發一下 對希臘來講,這隊不難打 好,點一下印記 血量還蠻多的,我希望能夠儘快把它解決掉 我不希望在這邊有扣到血 有點刺激 應該是可以K掉 這邊強化盾的話,對我們這樣的一個隊伍來講是蠻好大的 好,最後王冠就還OK了 因為現在沒辦法疊印記了,所以直接開疊 倒是真的 好,沒辦法疊 直接就是這個是 必定相連 全版 酷依達一亮版 跟第一差不多,或多一個咒死 這樣可以增加一個COMBO術的時間內問題不大 好,實戰當中這樣的COMBO術 個人是還蠻滿意的 有酷依達來講 是還蠻好用的 好 好,以上這個是 酷依達要搭配 那個 咒死還有三清的一個 示範 給大家參考 關卡蠻好過的 可以試試看 謝謝大家 掰掰